上两集我们就提到香港的卖地 土地面积计似乎近几年有一年低过一年的情况 今集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有关卖地的收入 我准备了这幅图 当然了,我们上一集就说了 有关住宅的卖地面积以平方米计 你看到蓝色线由2017-2018年开始就大幅减少了 由原本的291,000多平方米急跌到 近几年持续在低位平均约有75,000平方米一年 今年卖地截至9月份 即是半年 那个卖地的情况是相对脾弱的 到现在其实只是卖出了3,109平方米而已 其中4月份有一幅大型的屯门限赤地是流标的 所以你看到其实就是一个急跌之后横行 今年就要看余下的6个月能不能够追回了 但是这个是算土地面积 面积减少就收入是不是都相应减少呢? 那就视乎每呎地价买得很不好的,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就不一定是和面积是正比的 所以就用卖地的收入 橙色线就只是算住宅用地的卖地 而灰色线就是各类的土地用途 都包括在内的买地总收入 那我先说橙色线 那你见到它基本上都和蓝色线的面积 都很相似的形态 但是就是在2018年开始就持续一年 就低过一年,而且跌势也挺急的 这个是用百万港元计的,有途 那你见到其实就是八百三十八亿五千多万 八百多亿了 那么就在2018年卖到八百多亿的住宅地 然后到1920年就只是卖到611亿 然后2020到2021年就更加减少到453亿多 上年就只剩下203亿也不到 那今年头半年更加只是所谓个位数了 那你见到只有33亿左右而已 那究竟余下的半年能不能够追回 整八百多亿呢? 那这个就看看还有什么地可以卖了 那稍后再和大家看看余下有什么地是准备出售的 但是即使算上商业地 各类的工业地也好 那个灰色线呢?我们都见到 就是原本都能够持续在接近一千亿的水平 比如这个1617 1718和1920三年的卖地的成绩 都能够是超出一千亿的 但是呢?由2020年到开始 那你见到这里一跌就已经少过600亿了 只有536亿了 那这个急跌呢? 是差不多不见了一半的收入的 那去年有少少回升了 但是都未能达到一千亿的最低要求 只有944亿而已 那今年就现时的头六个月就更加令人忧虑了 那究竟余下的半年能不能够追成一千亿的卖地收入呢? 那今天就和大家探讨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看就是卖地的总收入 住宅用地和楼价呢? 有没有呈现一些明显的关系呢? 那刚才我们其实都已经是 住宅用地的卖地收入呢? 都画了出来的了 那这个就见到由838亿多 一直持续下降 那今年头六个月呢? 更加是只有33亿左右 好了,那我们看到呢? 似乎楼价呢? 都是出现这个跌势的 是吧?由2017年的16.7% 跟着下跌到13.0% 1.5% 跟着负数呢? 负0.5% 去年回升少少 3.0% 今年呢? 至到8月份的最新数据呢? 已经录得负6.2%的跌幅了 那所以呢? 有理由相信就是说 发展商都见到楼价持续下滑 所以出价呢? 买地呢?也都持续呢? 是要反映市场的预期 那所以越出就越便宜了 那加上也都买地的数量是减少呢? 那所以呢? 在双重夹击之下呢? 卖地的收入呢? 江河日下了 那所以余下的6个月 究竟这个情况怎样呢? 那 那最近大家都看到了 加息的势头 美国加息的情况呢? 似乎都没有缓和的跡象 那所以似乎接下来的6个月呢? 楼价继续向下的机会都非常之高 那所以这个理论似乎就会显示呢? 其实那个卖地的住宅用地 尤其是那个收入呢? 就应该会是继续下滑 更加是怕可能会有更多的流标 卖不出的地 那我们看看余下的6个月 究竟有什么地是会出售呢? 那地政总署其实呢? 就准备了很多地可以卖的 那这里有两幅呢? 其实已经在6月和7月卖了 但是面积是相对小的 只有500和1200平方米左右 那有一幅就流标了 现在是已经再重推了的了 那9月30日就截了标了 那看看开标之后 能不能卖出了 那这幅呢?就屯门地了 都颇大的 33,700平方米的 那除了这三幅 那我们看到呢? 就有上年度带下来 还有一幅未卖的 3880平方米 都不是很大 那就有一些新的地盘准备好的 就这幅卖了的了 就已经招了标了 那就1383 商业地 我暂时就不看了 那这里有些新的住宅地 那开始是一些比较大幅的土地了 大家会看到有些27,000 17,000 那这较大幅的土地 但是暂时就未排 那看看究竟余下的半年 能不能卖出了 还有能卖到什么价钱 那另外这边也有些是 规模很巨大的 包括这幅屯门的 49,000平方米 跟着这些 在Stanley 23,700平方米 还有这两幅都超过1万平方米的大型发展项目 其实全部住宅地 如果卖得完的话 都会有20多万平方米的 面积就不小的 但是卖不卖得出 以及卖到什么价钱呢? 那这个大家可以给一些意见看看 就是我的初步分析就是说 如果跟楼价是有持续的正相关的话 那如果楼价都因为加息的势头未变 而持续下滑 所以卖地的价钱也都会不太高 期望会是高的买地成交价的了 那你说现在卖地似乎的收入是越来越少 低过1000亿一年这个水平 那有什么含义在背后呢? 那这里我就想再介绍 我们五年前出的一本书 叫做《选择未来》 《香港2030加民间替代方案》 那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们提到有六项爆煲的预警 那今天其实有很多项都已经成真的了 那里面其中就有提出预警 就是说基本工程的支出每年都超过1000亿 假设每年都能够有过千亿的卖地收入 才能够勉强支撑到这么高的基本工程支出 所以现在如果那个卖地的收入 持续达不到1000亿一年的话 那就意味着 其实是会出现赤字的情况 就越来越严重了 那其中这里我们就提到有六项的预警 包括是财政的预警 我们就已经提到基本工程的处备基金支出 是持续都以高增长而过千亿的预测 那你见到就是当时的预测 的未来四年全部都过千亿的支出 那么这个基数就是假设如果能够买地 持续都有高增长也过千亿的话 那就勉强可以支撑 或者是将赤字收势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实际情况 就已经起码有一年只有五百多亿了 那另外呢 今年究竟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那还有半年时间了 而我们当时其实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预警 就是说卖地的收入实在难以支持 大幅的增长 加上美国利率正常化 地价向下调整 都会导致到香港的政府财政出现隐忧 所以今天回头看这个预言就是非常准确的了 而当时也有提到关于就是实质利率 已经由负转正息汇齐升 楼价就随时爆煲了 所以买地就变得价钱就很难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回头看就完全预测准确了 现在那个实质利率变正之后就利息上升 美汇就偏强了 所以楼价现时就已经出现 差不多一成的跌幅了 所以经济出现衰退 就已经不是新消息了 所以这里其实当时就已经提出了预警 就是说既是劳动人口的总数下降 更加是预测就是说会出现首次的人口总量下跌 那现在就不幸严重了 所以既是没有了人口红利 当时就已经预警就是说 生产总值几乎无可避免出现增长下降 甚至乎增长 那现在回头看就一语成千 真的已经持续了 是有很多季都出现负数的GDP变化了 而最后就要跟大家回顾一下这幅 是卖地收入的图表 当时崇明就画了这个图 大家可以现在回顾一下 那就是红色线就是那个基本工程基金的支出 你看到就由当时分析开始就踏入超过一千亿一年的支出 所以当时就是靠假设每年的买地收入都有高增长 而且是会可以接近一千亿 这样才勉强可以收窄这个赤字 但是我们看到了 刚才这幅图大家都看到了 灰色线就是开始无以为计了 2020年左右就已经是卖地的总收入下降到 只剩下536亿多 那已经是少过一千亿一半了 那虽然去年就有少少回升 但是也不够一千亿 今年就剩下6个月 那究竟余下6个月能不能够 返回这一千亿的卖地收入呢? 那大家就可以留言去预测一下 那我们半年之后有数据就可以跟大家揭晓 再讨论有关这个卖地收入的讨论 好,今天的研究到这里,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